重磅發布 習博會之前就預告了會簽兩項聲明 今天兩項聲明的原文公布了 好長好長 對不對 那我們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否則光看這個很辛苦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些其他的一些細節 這個照片看到沒有 普丁說俄羅斯的企業能夠滿足 中國大陸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 習近平說我建議加強我們的協調跟合作 雙方都把對方放在第一優先 我們看到雙方都拿了簽約之後 造了這個照片有沒有 一個共產黨的黨徽 還有俄羅斯共產黨 我們看到兩邊拿的 當然應該一個是中文 一個是俄文 雙方都有簽名 我們先有四張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氣氛 我們昨天也是用圖片 用畫面來說故事 你看到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我就常講 如果你關注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兩位出現 常常服裝都是一樣的 但是第一時間沒有 因為那是一個非正式的一個場合 正式的場合呢 是不是 約好了 講好了 深色的西裝 白色的襯衫 都是打紅色領帶 都是打紅色領帶 那紅色大家知道是共產黨的 最常選擇的顏色嘛 所以如果熟悉這兩個國家 你就會發現 過去他們的所有的 正式的這個場合 特別是簽署這種國家文件的 幾乎服裝上都藏著密碼 另外看到 這是雙方的這個大範圍的工作會議 有小範圍跟大範圍 小範圍就是 我們看到這兩位元首 他們只帶了翻譯 有沒有做得很近 做一個這個對接 那裡面真的是講了很多的 所謂提及話 雖然透過翻譯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翻譯出來的文章 之前互稱親愛的 你很少聽到這個習近平 幾乎沒有吧 對誰講過親愛的 那這是一個大範圍的工作會議 就是雙方的工作團隊 有很多的細節 哇 大家看到 這個克里姆林宮 真的是金碧輝煌 還有這個就是簽完字之後 有沒有 兩個人站起來 這就是一個特寫的畫面 剛剛那個是走出來的畫面 特寫的畫面 一共每個人手上各拿著一份 還有這個呢 我們看到在簽完約之後 雙方坐下來 前面有這個很多很多的媒體 包括電視媒體 平面媒體等等 那就利用這個場景 雙方都發表了談話 那這個談話呢 因為是一個非常非常正式的一個談話 所以兩個人都是看稿 兩個人都是看稿 那也比較這個 這個言辭上也就比較 比較官式 不像之前我們看到 見面講的話有沒有 這個非常非常的 朋友之間的感覺 比較輕鬆 那這個場合呢 就比較嚴肅 那現場 其實密密麻麻的 全部是記者 因為真的是一個 重磅的一個國際場合 好 來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章 好 很多很多的細節我們要講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行程 在這個21號上午 習近平見了這個總理 俄羅斯的總理 在這個現場 他告訴大家什麼 他要邀請總理訪華 同時他在這裡已經宣布 也要邀請普丁 好 今年到大陸來這個參加 這個一帶一路的會議 那當然大家知道啊 普丁現在是被這個 ICC通緝對不對 這個很多國家都說 要抓普丁 抓普丁啊 習近平 Walking 你來 對不對 好 到我這邊來 沒有問題 安全的 今天這個西方很多媒體 登這個都是帶著 憤怒的語氣 另外在下午的時候呢 這個昨天下午 我們看到兩人已經進行了 小範圍的會談嘛 所以今天21號的下午呢 是進行這個擴大會議 之後雙方的媒體就報導 主要是兩份聯合文件 聯合聲明 這個之前大陸就已經預告了 一個是關於經濟合作 兩國的一個經濟上對接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 深化俄中夥伴關係的計畫 當然這個用語的不同啦 俄羅斯公布一定是俄中嘛 中國大陸公布一定是中俄嘛 大家理解 從各自的國家出發 那路透社也有報導 當然大家所關心的 關於這個俄污的部分 也有談到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 據說路透的報導說 澤倫斯基週二表示 基輔當局已經建議 中國大陸加入烏克蘭 結束俄羅斯入侵戰爭的方案 仍然在等待北京當局的答覆 這個距離美國距離西方 期待澤倫斯基能夠發表 一番批評的言論 到此刻為止還是沒有看到 之前他沉默了很久 這段談話我有一点點懷疑 是不是澤倫斯基親自說的 另外美國媒體也引述 所謂匿名的烏克蘭高層官員的說 正在跟北京磋商 安排習近平跟澤倫斯基的通話 要討論北京提出的烏克蘭的方案 目前沒有定案 之前習近平會不會見 澤倫斯基怎麼個建法 視訊見嗎 還是說澤倫斯基到北京去 很多方式 聽說都在選項當中 雙方可能還在對接 這裡面的信息含量很大 我們來看一些有趣的一些畫面 國宴的時候兩個人乾杯 就聽到這個有人講乾杯 這個有口音的當然不會是習近平 這個普丁就選了一句中文 這個中文事實上很多老外都會講乾杯 好我跟大家預告一下 這題很精彩 有趣又有聊 我準備了幾支影片也都很精彩 稍後播給大家看 但是我們先來看 這個你不能不知道 這兩份文件實在是太重要了 兩份文件光是名字 從中文來講大家知道 我們這個中文這個是非常的奧妙 尤其是中國大陸 他們的所有官方文件 你看到每個字都是有含義的 怎麼個表述也是有含義的 不會有罪字 也不會有一些不精準 這是中國大陸很大的一個特色 所以另一頭我們就看到 他這份兩份文件的全名是什麼 注意這份文件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俄羅斯聯邦 兩個國家關於什麼 深化新時代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記不記得在習近平上任之後 我們就常常聽到新時代 戰略協作等等 就是習近平的一貫的一個主張 所以你看到這兩個國家 整個聲明的名稱再講一遍 就是這兩個國家關於 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一個新時代跟過去舊時代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中俄開創的新時代還是習近平的新時代 另外是全面的 各個方面的不會只是軍事外交政治經貿 各個層面 戰略協作夥伴 有沒有夥伴關係 而且是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不只是經貿夥伴關係 那個角度拉得非常高 這是一份文件 另外一份文件的名稱是什麼呢 注意很有意思 有沒有注意到主詞不一樣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跟俄羅斯聯邦總統 用兩個人 這邊是兩個國家 兩個人 主席跟總統 關於2030年前 今年幾年 2023年 這等於是還有七年 七年時間 等於這七年 2030年前 中俄經濟合作重點方向發展規劃的聯合聲明 等於是習近平跟普丁兩個人共同所策劃的 中俄經濟合作的七年大方向 七年大方向 已經定妥了未來七年 當然你會講 這兩個人能夠 還要再 還要再做七年嗎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主要是 我們看特別中國大陸 他們的體制有一貫性 領導人換人 但基本上的大方向不會換 這就是為什麼 每次研究中國大陸的人 一定要去看他們的官方文件 不懂的人看起來頭很痛有沒有 看不太懂 但是理解的人你就知道 這個政策的一貫論述 還有很多細微文字的轉變 就意味著什麼 石破天驚 大轉變要來了 所以看懂文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先跟大家講 這兩個聲明 它在名稱上就有學問 對不對 主詞不一樣 還有特別是這個 2030年前 一口氣講了七年 七年都是這樣幹 看到沒有 好 我先把這個部分講一下 稍後 這個聲明 我要花比較長一點時間 這個聲明我們比較短講 關於這個中俄經濟聲明這七年 總共八大點一千零二十四個字 兩個人都有簽名 大概主要就是擴大貿易規模 優化結構 電子商務 還有創新合作的模式 當裡面很長 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上去可以看一下原文 我們在這邊摘要式的 我們在這邊摘要式的簡單的把重點告訴大家 第二個有沒有互聯互通的物流體系 這真的是一個新時代的特色 對不對 互聯網也好 這個物流對線太重要 電子商務等等 這真的是一個新時代的一個特色 另外有沒有提升金融合作水平 金融很重要 我們連續好幾天談到了什麼金融安全 這個歐美的金融崩潰等等 在雙邊貿易投資貸款 其他經貿往來中適應市場需求 然後呢 哇 重點來了 提升本幣結算的比重 這個部分呢 自從俄羅斯開打被制裁之後呢 雙方早就已經開始提升了 這次把它特別放在文件裡面 已經開始做了 但是要用文件記錄下來 還要再提升 還要再提升 那第四包括就是鞏固雙方的 能源合作夥伴關係 能源也是重中之重 有一些細節稍後來說 還有加強協調 市場化的原則之下發展什麼 野金 化肥 化工等等 使得這麼細 是不是一個全方位的 還有技術的創新等等 高質量的合作 技術的高水平發展 掌握技術就是掌握未來 各個領域都是如此 推動工業的合作 工業也很重要 農業也很重要 糧食 兩個都是人口大國 糧食也是重中之重 有沒有 1024個字 真的是全方位的經濟合作 重點方向的對接 全部寫在這裡面 極度完整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PI714 享有折扣喔